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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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之为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多慌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 法尘论师所造的《诚良品》 整个《诗量论》当中其中的一品叫《诚良品》 以后我们隐名班也特别希望开这个课 以后要讲隐名的这些法师们应该会讲 这本书 我在想以后一名的课师 一个是《解义会见》 还有《诚良品》 《量力宝藏论》一年如果讲到这三部论 都非常不错了 下面我们讲《诚良品》当中 昨天前面已经讲了心事 也就是说 贪正痴从四大当中产生的 那么四大当中产生 实际上不合理的 尤其是对方承认 无二无别的方式产生不合理 用意义方面来反驳 还有比喻方面来反驳 有两种 其中今天讲的是 应该从比喻上折破 这破比喻力分二 一个是比喻意义不相同 比喻和意义两个不能结合 还有如需相同 太过分 这个课判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我看这次《诚良品》不用单独立科判 麦彭仁波切的科判 非常到位 我看到各洛派有个别的一些 前辈的大德 但是他们有时候好像分得太细了 太细的话 有些内容也是很难理解 所以说我们这次主要是用麦彭仁波切的科判 不管讲什么样的论典 科判很重要的 最近我看到《中观根本会论》上面的科判 可能是我当时讲的时候的 是不是那个科判 应该是吧 就是我那天看了一下 应该是有个很不错的 因为当时我对很多藏传佛教的 格鲁派的 萨迦派的 尼玛派的 有几个高僧大德的科判当中 以及结合汉语的一些内容 当时我们宣讲的时候 虽然不是特别的细 不像现在一样 可能每天都讲得很少 当时讲讲义的时候 可能每天都讲得比较多 但是看到这个科判以后 基本上里面的内容都归纳 应该说可能现有的这些 中观根本会论的讲义当中 不一定有那么细致的 我们这次都没有特意按科判 也没有必要根据 麦彭仁波切的科判来解释 这样的话 下面的科判说 比喻和意义不相同 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那么这个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就是说 如果贪嗔痴的根本的因 是地水火风四大因的话 每个众生不应该有贪嗔痴的大小 都应该相同 有因相同的原因 当时是这样 我们发贪过的 那么对方现在说 有贪嗔痴的一些大小 比如说有些人贪嗔痴大 有些人贪嗔小 这个差别应该是可以有的 他就讲了一个比喻 比如说 贪香的火和一般木材的火 这两个火实际上都是有热量的 从火的本质上都没有什么差别的 但是确实是 火的温度上有差别 我们在《其他毗奈耶经》里面也讲了 我们世间一般木材的火 气倍的温度 谈香火特别热 以它的气倍 一般复火地狱 有很多教证 这样的话 谈香火非常热 可能谈香上面有一些差别吧 谈香火 还有谈香火跟摩羯火等等 也有这样的差别 那么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尽管在火的热量上还是有大小的 但是从总体上讲都是火 在火的本体上都没有什么差别 热次第有别 热的次第和大小方面有差别 燃无无火热 但是不管是哪一个火 不可能没有热性 所有的火的本性都是热的 如是刺一耳 这个比喻上是这样的 这个意思也是同样的 所有人相续当中的贪嗔痴等等 烦恼尽管有大小的差别 但是从烦恼的本性上面 都没有什么差别 每个人都有贪心 每个人都有嗔心 所以从这个比喻来看 对方认为他们没有什么错误的 其实人当中有些贪心大 有些贪心小也是正常的 你看火当中有些特别热 有些不热 我们世间当中可能温度 比如说钢铁的火和一般其他木材的火 这些都是不相同的 从火的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但是它的热量上 的确也是有差别一样的 每个人相续当中的贪心本质上 没有什么 都有一个所谓的贪心 但贪心大小方面是有差别的 所以这样一举举来的时候 恐怕是我们没有学过英明的人觉得真的是对方对了 可能会有这种想法的 但是你如果用英明的 非常细微的观察方式来进行抛析的时候 对方完全是一种错误的 怎么错呢 他说 非而一日外 火已遮破过 那么你们这样的说法 绝对是不合理的 你刚才这样的比喻 实际上是说明了什么呢 所有的这些火 除了热心以外不存在一个火 就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火的热心以外的 他地的火是存在的 要么你就承认 有他地的话 火是一个本体 热是一个本体 火的本体不是热的 热的本体不是火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没有热心的火在世间上存在的 或者是同一个时间当中 火的热量依靠火而产生的 这样也有同时能生殊胜的 观星等等有很多的过失 关于这方面 我们前面也已经破析过 所以说这个方面 应该是你们的比喻是不合理的 因为我们要用比喻的话 你一定要跟所表示的意义 就是有共同的特点 才可以用这个比喻 你根本对所表示的意义 根本不像合的 比如说 人的头上没有长牛角的话 你说人的头上也应该长牛角 比如说牛的头上有角的原因 那你这样一说的话 虽然你看见牦牛的头上有长角的 但是这个跟人的头上 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你要结合起来的时候 你应该说 贪心应该有大小 因为火的热量又大的话 那这个是不相同的 怎么样不相同呢 他这里也讲了 不管是任何一个事情 首先我们可以说 你们这个意义和比喻完全是不相同的 然后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管是任何一个法 与它不是一体的 是他体的 如果他体的话 那么他体的功德差别 比如说贪嗔等这些功德的差别 那么依靠另外一个 滴水火风的四大因缘而产生的话 那么他的果方面 贪嗔痴的这些功德也好 他的特法也随着他的因缘 他的因缘而产生 那因缘而产生的话 那么这个因缘是十而正 十而见 甚至他会见到最后不存在的 任何一个他体的话 不可能是像无二无别的 火和火的热心一样的 所以说你们的这种比喻 完全是不相同的 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 那他的所谓的因法方面 一定会是十而正 十而见 最后的话 有些一直见到见到 最后都已经断灭了 如果是断灭的话 那么他所因法来的果 也有断灭的果实 那这样一来 我们相续当中的滴水火腹 毕竟是无常法 他有十而正 十而见 后来很有可能 产生贪心的这种因断了 有些人没有贪心 很有可能产生贪心的 成性的因断了 最后没有 相当于比如说一个普罗 一个普罗本来都是白色的 后来通过其他的蓝色或者绿色 来进行染上 染上以后 原来的颜色已经退了 最后它变成红色或者绿色了 这样说明任何一个 能以所与的这样的法 一个存在 另一个随着它而存在 一个法不存在 他所表示的法 最后也是不存在 有这样的情况 这样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观察的时候 也是非常清楚 你们好好地想一下 别人说火和火的热心 其实是一个物体 它同一个世间当中的本体 无二无别的一个法 无二无别的一个法 而对方所承认的贪嗔痴 是依靠四大而产生的 四大地水火风作为因 然后他所产生的果贪嗔痴 作为果 那么这两个四大跟他的果的心 这两者应该是他体的 一个是无情法 一个是心法 一个心法和无情法之间的关系 另一个无情法本体 同体的一个法来表示的话 那就绝对是不合理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正在分析 青蛤种子产生青蛤绿色的果 正在这个时候 别人说是水的本性是实性 它用本体无二无别的一个比喻 来说明因果之间的一个关系 从我们一般世间人的眼光来看 也特别容易驳持对方的观点 这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还有一个 如果他认为四大跟 所谓的四大跟 贪嗔痴 用这种比喻来说明的话 那么人的身体是四大 那么四大跟他的心事 用无二无别的话 当然也有许许多多的过失 因为四大是无情法 有阻碍的 而心事是一种心法 无有阻碍的 那么这两个无二无别的理由 恐怕别人也是不可能举出来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的话 如果真的是他的因和果 因和果是无二无别的话 那么这是还有很大的果失 什么样的果失呢 比如说同一个父母 所生的两个双胞胎也好 或者是兄弟姐妹也好 兄弟姐妹的话 那么他的因 同样地水火风的四大结构 那么这个四大同样的因 产生两种 一个是贪心大的 一个是贪心小的 那这样的果产生 也是绝对不合理的 这方面大家应该想 如果是真的人的心态的因 除了父母的因以外 什么都没有的话 我前两天就举的一样 就是一个双胞胎的比喻 现在很多双胞胎确实是 性格完全不相同的 一个人他愿意成家立业 做很多事情 一个人尤其是对感情 什么贪欲都没有 以前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 也是遇到过 父母怎么样劝他 你现在应该结婚了 你现在二十五岁了 六岁了 过了三十岁 四十岁以后 过期了 然后有效期已经过了等等 有各种说法 但是怎么样说也是他不愿意 也有这样的情况 这是说明如果真的他的因 除了四大以外什么都没有的话 为什么同一个父母 同时降生在人间 他心态上面 一个有极大的贪心 一个是没有贪心的 这个原因绝对是说不过去 这样一来 我们佛教当中所说的的确前世众生的邪气 业力 还有心事的进取因非常成立 所以在这里 我们说到了 如果大众的因来产生的话 应该有许许多多的过失 再加上火的比喻 跟贪心大小的比喻 这是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 观察的时候也是这个比喻绝对没有用好 下面第二个科法说 若须相同太过分了 如果你还坚持一直认为 这个比喻完全相同的话 那么说 你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说是不讲道理 太过分了 怎么过分呢 我们看看真的过分了 还是不那么过分 看看我们的智慧来观察 这是一般我们 可能没有佛教专业水平的话 这个颂词一读 谁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跟一些觉得很了不起的 大学的教授 老师在他面前 让他解释这个 看看怎么样 下面我们讲一下 对方也有这样的观点 他们说 火和火的热心不可分割的 那么用这个比喻来说 贪心跟四大虽然它是他体的 它是他体的 但是我们用无二无别的话 它是没有一点的错的 为什么没有这个错呢 因为世间当中还有 虽然有些东西是他体的 但是也是无二无别的 这种现象很多 因为他们对因明的有些 比如说 我们一本体一翻体的关系 还有因明当中讲 本体是一致的 但是所处的物质不相同 比如说六根的对境不同 等等 这些方面外道经常没有分析好 其实这方面如果你要懂得 在俱舍论 确实是很重要的 我们六根要去六经的时候 有哪些法 这些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它是同一体的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它的翻体都是不相同的 比如说摄身相违 它是有不同的威尘 不同的威尘 取它的对境 右经的话 也是言而逼生意等等 以这种方式来了解 但是对方不懂这些道理 不懂这些道理之后 他认为 比如说 虽然是他体的 也是无二无别的 其实这是完全相违的 既一又是他体 又是无二无别的话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举出一个例子 比如说摄法 一般是眼睛对境的 在俱舍论当中 讲到的这些摄法 包括一些摄身相迁 因摄法和果摄法 我忘了 摄法方面都不说不说 我们现在有专业居士论的 所以说有时候说错了 他们会小小地 默默地会笑 这个摄法还有所处 这里的摄法应该是严实的对境吧 应该严根的对境 可能是摄法 然后还有身体的所处 这两者虽然是不可分割的 比如说我们所接触的瓶子 也是我所看到的瓶子 然后也是我所接触的瓶子 所处和它的摄法 还有它的味道等等 这些在它自己的本体上面是无二无别 但是这两者都是他体的 一个是身体的对境 一个是眼睛的对境 所以是他体的 他们把所谓的六处没有分析 不同繁体 一本体不一繁体的道理 没有分清楚 这样一来认为 刚才贪心和四大 虽然他们是无二无别的 贪心的本性也是一种四大 四大无二无别 然后其实这个应该从另一方面来讲 一个是心法 一个是摄法 无情法 这两个都是不能说 但是对方是这样认为的 他认为世间上也有他体的 也有无二无别的 这样的法应该是存在的 那么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问了 这种存在的方法 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他这里讲的 如舍等不定 这种说法不一定是合理的 怎么不一定合理呢 因为舍等这些法 是跟大众法无二无别的 我们先说 这样的比喻还是不合理的 你看 贪嗔痴呢 贪嗔痴跟大众无二无别 不可能的 然后舍等这些跟大众 在某种意义上是无二无别的 有一个香港教授 他特别喜欢说 在某种意义上 他每次回答问题的时候很聪明 在某种意义上面 我是承认的 在某种意义上面 我是不承认的 所以他害怕别人对他开始辩驳 所以他每次回答 这是在某种意义上面 我是承认的 但是我们不能所有的事情 某种意义 不然有不偏的过失 我们在这里说 他是成为无二无别的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那么成了舍等这些无二无别 那这样贪嗔痴等跟大众也是成了无二无别 如果对方说可以啊 我们这样承认有什么不合理的 我们也承认 大众跟贪嗔痴也是无二无别的 然后舍法跟他的味道 声音 这些跟舍法的本体也是无二无别的 这样说有什么不合理 如果对方这样 舍为愚智痛 我们想费二 这种说法是肯定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贪心等应称俱胜骨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贪心称心等等 当你的身体产生的同时 所有的心态应该同一个时间当中要产生了 但是如果对方认为 啊是啊 比如说从母胎当中生起孩子的时候 他相续当中还是有贪嗔痴的话 那这是不合理的 因为你的肉体跟你相续当中的贪心 称心 包括智慧 傲慢 还有信心 这些都是无二无别的方式存在 那么比如说你在三十岁的时候 已经博士生毕业了 那个时候的智慧 当你母胎当中刚刚生下来的时候 也是应该非常圆满成熟的方式来具足 因为你的肉体跟后来的智慧 没有什么差别 没有什么 而且肉体当时也是存在的原因 存在的原因 还有所有的心态 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承认 你看一般来讲 胎儿刚刚生起来的时候 他不要说是很多的智慧 连他相续当中贪心 称心 在那个时候可能只是瓦瓦的哭 除了哭声以外 他什么都没有智慧 也没有像人长大以后的 所有的欲望 这些都是没有的 如果有的话 那小孩在童年时代的时候 跟现在的一些成人一样 他有追求的目标 但是没有啊 这是我们可以限量成立的 但如果真的是跟身体无二无别的话 当你的身体存在的时候都会有的 而且人死的时候 你的贪嗔痴也还应该具足 因为身体就是无二无别的原因 身体还是万好无损的存在 那这样的话 为什么那个时候所谓的心事同失 如果真的是无二无别的话 有些部分是先离开 有些部分是后离开 这是不合理的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这不叫无二无别 还是里面有分开的 心事跟身体 如果真的是无二无别的话 那么它就是我们就叫做什么 有个通什么叫 通什么 从称柱通什么 对 称柱通知 对 这样才叫做真正的质量的质量是吧 无二无别 真正是无二无别的话 它不论是身也好 灭也好 还是都是在同一个质量 就是同一个性质 应该是这个意思 有过失 所以说 应成俱身 如果对方说 不会的 比如说你刚刚生下来的时候 你这个心虽然存在 死大还是存在 但是你要生起贪心的话 需要悦意的对境 然后你要生起嗔恨心的话 需要不悦意的对境 如果对境真是现前的话 它可以产生 如果对境没有现前 不能产生贪心等 所以它跟对境有关系 如果这样的话 实际上这种说法也是更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所谓的对境其实也并不是 完全能产生贪心和嗔恨的 因为只要有一个对境 能真正产生贪心的话 比如说一个人 不管是好人 不好看的人 一个人住在那里的话 任何其他一个人对他产生贪心 那么世界上所有的人 对他应该产生贪心了 因为对境存在的缘故 而且对境有能力 能产生贪心的缘故 应该可以这么说的 但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并不是这样的 有些人应该很好看 但是个别人对他产生贪心 甚至其他人对他产生恶心 产生嗔恨心 产生用各种各样的心态 这所谓的对境 如果我们的执著 没有把它进行分析 分析以后把它担着为功德 产生为功德的时候 你就产生一种贪心 能接受它的 如果我们把对境 进行取舍的过程当中 把它看作一种过患 或者烟雾的对境 对它产生嗔恨心 就抛弃 所以一定要有一种 志向有金骨 金也费一举 那么你们说 只要对境现前的 这种依据也是不合理的 如果真的这样合理的话 那所有的众生 比如我们前两天分析过的一样 我们动物 异性的这些动物 我们看来都是特别恶性的 但是对当时对他产生贪爱的 这些异性的众生动物来讲 他当时肯定在他的眼目当中 是非常好看的 没有这样的话 对他不会产生贪心的 比如说我们人间的任何一个人 认为他的对境非常好看的时候 当时肯定有一种 把他对境当为执著的一种心态 如果这个心态没有 也不可能的 但是他并不是固定的一个对境 如果是一个固定的对境 人们所贪爱的对境 天人也是对他生贪心 旁生也是对他生贪心 所有的这些生命 对他应该生贪心 所以说在这些问题上面 确实是佛教分析得非常到位 在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暂时在明言量当中 认为人们共同成为好看的 或者设法 美好等等这些 暂时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明言的真谛 明言的真谛 但是如果我们再进行抛弃的时候 其实这样的对境 也是靠不住的 因此佛教为什么说 到最后的时候万法解控 而没有到最后境界之前 先从对境上面进行分析 进行分析的时候 就像一些为师宗的观点 他认为存在一种心的现象 然后这种心的现象 中观自虚派讲的是 这也是不真实的 它是一种如梦如幻的 然后这样的如梦如幻 到中观音程派 最究竟的观点来观察的是 连这个也是不成立的 但是在这个之前 我们所有的这些凡夫人 不管是他执著的对境 无论是他的分别念面前 还是无分别念面前 都是有一种颠倒的执著 虽然我们暂时来说是 显量 壁量 显量 壁量当中也是 按照英明论当中说 壁量的根本就是显量 显量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得到的东西 眼耳得到的东西 是不是真正最究竟的量呢 还是不是 这是我们的一个迷乱现象 为什么不能这么想呢 比如说我今天看到 这个画是特别美 很好 我的分别念执著 这个画是美画 当时在这个之前 我的眼睛就是显量见到 显量见到的话 它当时显量虽然没有执著 但是显现肯定这是好的一种现象 不然的话 我的眼睛看到不好的一个现象 显量当中它是不好的一个现象 最后我分别念进行 对它评价的时候好看的话 那就是显量的无分别念 跟后来的分别念之间有矛盾了 一个是好 一个是不好 所以我为什么第一个分别念 我的分别念看这个画很好看 分别念很好看的根源是无分别念 无分别念的根源是我的眼神 我的眼神上面有一种习气 有一种习气是什么呢 我对这个画应该有一种好评价的习气 我的相续当中有这个习气 有了这个习气的话 我通过各种途径 最后在分别念当中也是有种好感 但是最究竟观察的时候 其实我的无分别好看的显现也好 分别念好看的执著也好 这两者的根源是一种迷乱的显现 为什么是迷乱的显现呢 因为它画的本体上面 如果真的有一个好的东西存在的话 那谁都会看这个画 会欢喜心的 但是不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对任何一个人 有些人对他生贪心 有些人对他生嗔恨心 其实只是对他的显量也是 所谓的显量到最后的时候 还是靠不住的 为什么一切的万法都是世俗的 都是假的 这个假的并不是佛教徒 光是对万事万物实在是没有兴趣 现在有些电影演员 拍的一样的 最后实在是特别特别的痛苦 前两天在这个新闻上说 是香港的一个大学生 生活当中非常苦恼 后来出了家以后 也是佛门当中 还是得不到解决他的痛苦 然后他就调害自杀 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都不知道 拍的照片好像不像是真正的调害一样 别人拍下来好像在那里念武功一样 穿着一个黄色的衣服 很高的地方慢慢飞下来了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都不知道 但是如果是真的 那么所谓的这样的 轮回 借口也好 世俗万法 解释 空性的这些道理 并不是佛教当中 生活当中实在是诸佛无虐 最后到佛门 到了佛门以后 好像对一种逼时 消极的一种态度 实在是不想看 一直是闭着眼睛 这样的现象 佛教没有什么高僧的 佛教没有什么正理的 但实际上确实不是 佛教的智慧来进行观察 我们不用暂时用教证 用教证的话 可能也许你们很多人说 释迦牟尼佛说就释迦牟尼佛说 佛成论师和法成论师 有什么了不起 反正我不相信 但是你的真理上面 你不相信就是一种愚痴 因为你对这个真理 没有很公正的判断 这个时候你对真理不相信 那是愚者还是智者 你自己来评价 在这个时候应该会明白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说了 志向是有境 执着的对境 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念 这种分别念 跟我们前世的心态是有关系的 心态没有任何关系的话 我刚才所说的那样 两个双胞胎看一个对境 比如说两个男孩子双胞胎 看一个对境的异性的人 一个肯定对他有好感 一个绝对不会对他好感的话 那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上面说明我们的众生 确实是很多的习气 跟自己的执着有关系 执着跟前世的业有关系 这种业的好坏 我们现在的心态随时都在转变 我们人当中的确也是有时候看到 人间特别贪爱的异性的人也好 或者财物也好 这些应该跟前世的习气息 有非常大的关系 否则在同一个环境当中 同一个房间里面 同一样生活的人 那有些人的贪心特别重 有些人自己很清净的 不会有这方面的苦恼 这并不是完全一种身体的原因 如果是一个身体的原因 那么所有像住在这样的环境的人 都应该有的 所以在这些方面 我们想想细细地观察的时候 我们所贪著的对境 按照无上密法的一些窍诀 当然有更深的一些法 但是我们暂时不需要 应该是按照英明的观点 按照一些威士隆的观点 或者说中观的观点 最后知道三界当中 所有这些众生的执著 没有到佛地之前 的确也是 很多显现都是一种颠倒 一种迷乱 这种迷乱逐渐逐渐 随着你对万法的真心 有着不同的 更深的认识的时候 就是在慢慢推翻你以前 各种习气所导致的 迷乱现象的对境 所以在这里也讲了 所谓的贪承灯 这也不是很好的依据 下面因为这个课判 前面讲苦地的时候的苦云 有一些辩论 这个辩论最后就设议 同类因离过 坦等不一定 或因接近过 诸实常生生 所以最后我们要跟以上的 因为前面的时候 跟生死外道 依靠身体而产生心事的道理 非常有强有力的依据 来进行破调 所以我们这次 我自己经常这样认为 你们大多数的人 可能对因明不一定特别懂 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 可能以前在实惠当中 在世间当中 分别念比较重的 尤其是对佛教的最根本 前世今生 如果前世今世不承认 那其他的什么事情都是 就像没有枪的基础 那枪上的花纹一样 全部会倒下去的 所以这种前世今生 不像业因果 在佛经里面讲的是 空性依靠理正来 也可以证悟的 前世今生依靠退理 也是可以了知的 但是最深的业因果的关系 一般来讲 通过一种退理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凡夫人暂时不要去 抉择业因果的关系 这也是非常有甚深的意义 所以跟业因果相比较起来 前世今世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前世今世的 这样的道理 我们生长在不同的环境当中 比如说像藏地 从小都是所有的人 现在有个别的年轻人 他们都是对西方文化和 包括一些汉地文化的影响 他们在不同的场合当中 也是专门有这个说法 听说像青海那边 有一个人专门开了一个聊天室 星期天的时候 他们都可以去 说是星期天的聊天 刚刚进入的时候是藏族人 但是他就要求大家 你们承不承认前世后世 如果承认前世后世的话 我们没有什么聊天的 你们就可以离开了 如果你不承认前世后世的话 你就可以进来 我们有共同的语言 说了以后我认识的一个学生给我讲 他进去了 进去了以后有二十多个人 他们几个学生说是星期天的聊天 他们进去以后 这个人就跟他们说 你们承不承认 承认就可以回去了 然后他们就想了想 我们肯定承认的 我才不给你聊天了 他们自言自语地回来了 但是有一部分藏族年轻人 还是跟他们在一起聊天 所以现在在各个地方也有这样的 甚至有个别人 以前学过五部大论 后来写一些书 五部大论里面说的很多道理 也是如何不合理 也是以一些相似的语言 用藏文来造论 所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很多人 虽然他生长在这样的青藏高原 但是实际上他所受的教育也好 所接触的环境 慢慢被已经染上了 染上以后 他心态每个众生都有一样 所以生邪见非常容易 所以我在想 我们很多人最好不需要 依靠任何的赎本 也不需要其他的道友和善知识 你自己独立自主的 应该是能建立前世后世的存在 这方面是毫无疑问的 你自己不但有这样的 正确的见解 而且你在任何的一个场合当中 你要有把握 自己可以用自己 丰富的一些教力来说服 对前世后世不存在的 各种谬论 我想这是现在很多佛教的 尤其是作为年轻人 以后你们在弘扬佛法 和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 什么 饮料打开了 是吧 想悄悄地喝一下 结果他就 可能过期了 过期会有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刚才想说什么 就讲这个颂词吧 好吧 意思就是说 前面的中解 贪心等等这些 如果不是前世的一些 传习和业力产生 而是依靠自己的身体来产生的话 那他就没有同类的因 同类因离过 我们俱舍里面讲六因 四缘 五果 讲到五果 但是《俱舍论》里面讲的有些因缘 到了因明观点的时候 有些是也不承认的 因为有些因缘是一种加密而已 其实没有真正因和缘的作用 但是像这样的同类因 实际上就是进取因 在因明当中说的进取因 如果离开了他自己本身的进取因 那么贪心不一定 他所产生的贪心成心 以及智慧 信心等等 不一定有大小 因为他的因是同样的 这一点是很尖锐的一种道理 所以我们还是随时都是 至少也是 比如说你要去战场上的时候 至少也是自己身上 有一个是自我保护的 还有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可能没有发菩提心的人 他也会准备一些武器 我们应该从理论上面 对别人进行辩论的时候 辩论的时候至少有几个 非常重要的这些伦理 直接也应该带上 随时都带上 那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这样的复杂社会当中 有些人的邪见 有简单的语言也是可以消除的 所以我本人也是 去一些学校很有兴趣 有兴趣的原因 我并不是说 我去了一个学校 好像我成就了 我自己修行境界提高了 也不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 其实是很多人 想寻找一些真理 但是真理的途径 因为各种原因 尤其是现在的宗教和 自学这方面 虽然在有些高等学校里面 开设了一些课 但是真正的一些专业人员 比如说宗教的专业人员 自学的专业人员 专门跟他讲课 很多大学生来讲 并不是特别多的 这样的环境当中 大家古文化和现代文化 互相交流 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我们以后有很多知识和学者 尤其是跟一些知识分子交流 因为有些知识分子 他有邪见的话 他可能影响身边非常多的人 他有一个证见的话 依靠这种证见 也对身边的很多人有影响 比如说一个大学的校长 或者一个学校的班主人 那班主人的见解 跟下面的很多学生有非常大的影响 我认识一个中学的 一个班的班主人 但是这个班的班主人 他自己特别热爱政治 他不是特别喜欢让他们学习 结果这个班毕业出来的 所有的学生都 不管到哪个学校里面 磕磕磕磕讲一些政治 讲其他的 他一讲到学问上的时候 大家都不讲 所以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人 还是影响非常大的 因此一个人产生一种证见 这样对他来讲也是很有利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说到了 通类因没有的话 心事的通类因没有的话 所产生的贪心灯 不一定要有大小等差别 因为通类因如果是四大的话 四大没有什么大小的差别 为什么贪心有大小的差别 为什么有 或者他这里说 因尽皆经过 注视长生时 因为你的身体是他最紧的 最主要的因 最主要的因是 身体一直存在 一直接近 一直接近的话 贪心成心等等 这些永远都会同样地产生 比如说一个人 他第一次产生贪心 那么他死的时候 还是跟年轻时候的贪心一直要生 为什么 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身体 跟后来老年时候的身体 并没有患 并没有患的话 那么他应该同样地产生 比如说年轻的贪心特别强烈 到老年的时候也是非常强烈 但是这个实际上是根本不符合的 所以说这样的说法的确也是 没有理论的依据和依靠 因此这以上我们对顺势外道的 不承认前世后世的道理 再次第二次推翻了 如果第三次出来 好像这一品当中是没有第三次吧 就是如果有的话 再给他们辩论一下 下面要讲英明的时候应该要有一种 怎么说 很想辩论的这种态度 那天我们开研讨会的时候 我们这里有一个道友 当时讲得非常有把握 后来我说 你真的有那么把握吗 我们那边学习的时候 老师说讲的时候 自己即使没有把握的话 表面上装作一定要有 所以我好像有没有把握呢 还是可以吧 下面宣说苦地 你看在前面是苦地的 什么苦地的法相还是什么 苦地的实相 是吧 应该是讲苦地的实相上面 跟顺势外道辩论 这么长时间了 现在又回到第二个课盘 宣说苦地的法相 无常空心还有无恶 苦空恶 有四个 首先第一个是无常 讲 彼此无耳得十股无常心 我们说一切万法是痛苦 为什么它是痛苦呢 因为它的本性是 无蕴皆苦 无蕴皆苦的原因是什么呢 它是无常的 它是苦的 它是空性的 它是无恶的 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是 无蕴是无常的 为什么无云无常呢 因为它是偶尔的地点也好 世间里面可以得到的 但是它并不是长期存在的 所以不管是你的身体也好 你的心事也好 你轮回当中的一切的一切 不应该说它是一种常有的 其实从总体上来讲 我们轮回 我们现在不是讲苦地吧 讲苦地的时候 无云不能离开痛苦 不离开痛苦的原因 其实它是无常的原因 那么无常怎么会是痛苦呢 今天他们有些人也在跟我问 你说苦才是人生 为什么都是那么苦啊 人生为什么那么苦 我说凡是所有美好的话 最后确实是慧于一旦的 这一点应该也是一种无常的表现 大乘佛教里面讲 正因为是无常的原因 所以苦 因为比如说现在有些人认为 现在过得很快乐 当下可能也有一种快乐的感觉 这一点我们俱舍论也好 英明也是承认 他当时的感受是这种快乐的 但是这种感受的背后 马上就变了 不可能一个人永远都哈哈哈哈 一直笑 不可能这样的 永远都是一个快乐的人哪有啊 没有啊 确实我们看到凡夫人过一段时间 他读书的时候很开心的 后来成家的时候特别痛苦 然后暂时家庭没有遇到什么 其他挫折的时候还是比较开心 过一段时间非常痛苦 即使你这些痛苦都没有 生活都一直很顺利的 但是你到最后死的时候 你最后生病的时候 你哭不哭啊 肯定会哭的 所以真正人生的地生 还是痛苦为主 当然佛教并不是不承认 我今天吃汤看节目 身体什么病都没有的时候 那种快乐是可以的 但是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讲 我们人生的借苦 轮回借苦的原因 其实现在的快乐 实际上是不同程度的 它含有辛苦和变苦 也许当时我们认为快乐的时候 它当时没有苦苦的感受 没有当时变苦的感受 但是它这样的乐受 它还是不离开变苦的本性 因为当时的快乐 隔一段时间确实是很痛苦了 或者说你当时这样的快乐 按照窍诀 也许你当时造的恶业 正在造恶业 将来变成真实的痛苦 所以说因为现在世间的一切 都是偶尔的发生 偶尔的现象 应该是无常的 这是我们从粗大的无常和细微的无常 两方面来观察的时候 现有的一切都是不可能常有的 我都有时候在想 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 上课的这些人 也是不断地换面孔 我们在佛学院当中 讲课的地方已经换了多少次 我想现在我正在讲课的时候 什么时候又换成了另一种 也许可能以后不讲了 也许讲的话会不会又换成另一种 原来刚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们原来在那边有一个叫《学经堂》 当时我们取名为国际学经堂 好像比较而言很壮观 我们认为这个肯定不会换的 结果没有到几年的时候 为了重新修后来又没有了 我们大家很多老同学都感觉得到 确实是一切都无常的 所以随时都会变繁华的原因 叫无常 下面第二个是苦 过患所以故 因诸故也苦 因为我们现在这样的 刹那性的云 实际上它是 所有的痛苦 所有的业 还有所有烦恼的所业 因为我们信息修行里面 用《经行修行》和《四百论》里面 有不同的比喻 所依 依靠处 哭泣等等 有其他的比喻吧 所以因为这些业和烦恼 痛苦的所有的缘故 它必定是痛苦的 我们这个云 还有它是依靠前世的业活的主宰 前世的业完全是一种主人一样 我们就像他的仆人一样 我们就没有自在 我本来想自己很开心地一直坐在 但是前世的业力显见的时候 我就变成了仆人了 过一会儿 我心情就不好了 我本来在一个地方好好地待着 结果前世的业风把我 嗚 吹到另一个地方 最后四方漂泊 也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佛经里面讲 所有随他者皆是痛苦 所有自由者皆为快乐 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众生 随着业力的主宰也好 他的这种价实下 我们不断地在漂泊 所以我们不哭是谁哭啊 人生不是哭是谁哭的啊 所以说人生哭是 我觉得是我 说得特别好 越来越很多人开始知道了 原来人生希望很大 很快乐的 很幸福的 结果一看到几个字就 噢 原来人生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希望 应该是有很多的痛苦 这个痛苦的确也是在《俱舍论》的姿势里面 我记得讲得还是很好的 我们显现的这些乐 最后也是这样变成痛苦 这些道理应该讲得很好的 所以说三戒轮回说苦 一点都是没有错的 当然我们暂时的乐受都是有的 暂时不苦不乐的这种舍受 三种受在居舍和小村里面都是承认的 但是最根本的话 还是痛苦为主的 因为这些路一瞬间 马上变成另一种痛苦了 这是这个苦 下面就是空 空是非我非加持 为什么我们讲空性呢 其实这里的空性 跟大乘所讲到的空性的方法都是不相同的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不空的法认为是石油的 石油的话 有一个一体的我 还有一个常有的我 我们这样认为的 那么常有的我和一体的我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符合实际的道理 其实这些法 它是一种堕体的 刹那性的东西 我不是居舍的我 还有外道经常认为的一种常有 这样的独立自主的 或者是一种真实的 常有的我 也是不常理的 这样的原因非我 无论是居舍 我们自己认为是独立的 一种常有的我 也是不可能成立的 然后用其他的 常有自在的这样的我 也是不常理 未争许也是不常理的 如果这样的我不存在的话 那么我所执著的 所谓的掩而鼻舍 我的房子飘 房子衣服等等 我所所受他的加持也好 驾驭的 这样的法也是没有的 那么我和我所没有的话 我和我所所舍的一切万法 决定是没有的 所以他这里讲空的话 无云我们执著为是我的 无云的我所舍是空的 一般居舍论当中 也好像这样讲的吧 既然是我所空的话 反过来说是 那么我也是会空的 所以这个空性 我和我所当中 先以我所空性的方法来 无云解空的道理 在这里空解释的时候 以我所来 我是不存在 万法不存在空性 下面是我 我跟空性之间 稍微有一点差别 他分一个真实和他的合理性 真实宣讲我的话 非因非加持 前面是非我非加持 这里是非因非加持 为什么说非因非加持呢 因为我并不是 让别人认为是独立自主的我 不是这样的 而所谓的我并不是依靠云 或者依靠其他而产生的 如果我们真的用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所谓的我不是云来产生的 也不是什么其他产生的 如果我不存在的话 那么我所加持的 我所驾驭的这些外境也好 一切万事万物的法 或者包括自相续的一些无云 这些也是不存在的 所以在这里 所谓的无我的时候 讲到无云的主宰 我是空的 然后我们前面讲空性的话 就是无云所相守的外境空性 用外境空性来说明自我空性的话 这叫做空 我们用无云自我的空性来抉择一切 我和我所空性的话 这叫做我 所以居士论当中无恶和空性怎么讲的 差别 是不是这样讲的 居士论 站出来你们 应该讲四地不是 讲无恶和空性 是不是这样讲的 是吧 应该是吧 是不是放在书本里面 好嘛 那今天讲到这里嘛 唱词相继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